对年幼的孩子来说 父母虽然已经分开 却始终是他们永远的爸爸妈妈 大家离婚之后 千万不要忘记说我们还是家长 那对孩子来说 虽然父母是双方是离了婚 不再是夫妻 可是在孩子的眼中 父母是从来不会离婚的 因为父母就是父母 所以在他们概念里面 虽然父母分开生活 已经不是夫妻 可是他们还是父母 这个一家人的概念 是不会改变的 林先生和太太 约有一子一女 原本家庭美满 却因为钱财等问题 长期起冲突 2012年 两人办理了离婚手续 在我们当放礼离婚的手续时候 我的太太的情绪比较不稳定 她也提出了有些就是要求 但是永远我都是会让出第一步 因为我是觉得以孩子为重 当时孩子还小 尤其是我的大女儿 她也是在进入中学了 也蛮懂事的 我们也曾经也跟她谈过 至于我们两夫妻之间的问题 我们也接受了家庭补导中心的一些补导 起初太太是要求两个孩子归她 我也答应了 那后来因为她觉得 她是一个职业女性 她可能要没有时间 去监管两个孩子的 就是平时的生活 所以她就要求我 女儿归她 孩子归我 我就觉得说 不管是怎样的情况下 我们都应该分担 孩子的就是 他们生活的一些 就是不管是学业也好 教育也好 孩子在我们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也尽量做出让步 时常我们会一起出游 用餐 包括参加一些 我们的家庭的聚会 通过一些管道 让我们聚在一起 有这个让他们感觉到 不会缺少哪一部分的亲子关系 父母离异 孩子家在中间 公众有什么建议 合作 分开住的话 孩子的话就轮流照顾 一个礼拜 一三五 跟妈妈 二十六 跟爸爸 最好是不要离婚 离婚对孩子真的很不公平 他要跟谁好 跟爸爸好 跟妈妈好 都是可怜 跟爸爸没有妈妈 跟妈妈没有爸爸 对不对 双方面应该照顾孩子 因为对孩子 孩子的成长会很重要 近几年 我国每年大约有七千名年幼的孩童 因为父母离异 受到冲击 在家世司法法令下 法庭有权下令 有年幼孩子的离婚夫妇 必须到四家指定的离婚支援中心 接受强制性的父母咨询课程 关怀辅导中心属下的 关怀共亲职中心 是其中一家离婚支援中心 教导家长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绪 减轻孩子在离婚过程中 所受到的伤害 通常我们都会通过辅导的方式 或者父母课程 孩童课程的方式 去帮助到离婚的家庭 辅导的方式 其实是在帮助父母亲 如何去面对离婚后的处理方式 比如说他们本身还在 还有没有一些自己必须要处理的 一些各自的情绪 这样他们也了解到自己的情绪 如何影响到他们照顾到孩子的 那个亲子能力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告诉前线 去年头九个月 有2189名家长上了父母咨询课 其中95.2%的参与者认为 课程有助于让他们帮助孩子 度过父母离异后的生活 有利孩子的身心发展 离婚支援中心 也特别为离婚夫妻的年幼孩子 提供免费辅导和课程 通常小孩子对离婚可能有某一些不正切的这个观念 他们可能会觉得说 是我造成父母离婚的 因为小孩子在这个时期 他们会比较自我 那么他们的看法就由自我而来看 那之前可能有听到父母在离婚前 为了他们和吵架 现在父母离婚 是不是因为我之前很坏蛋 而造成父母离婚呢 第二个错误的观念 就是他们觉得说 他们有必要把父母和好 帮助父母和好 尤其是年纪比较小的孩童 六岁到八岁之间 他们会有这个幻想 可能他们装病啦 然后这样父母都一起来照顾他 那父母在一起相处 可能可以让父母和好 通常离开这一个课程之后 因为他们对一些这些离婚 不正切的观念明白之后 心里面的压力就会比较减少 林先生和前妻离婚后 还是定期陪同子女出游 让孩子可以享有父母的爱 健康的成长 一段婚姻如果无法走到最后 夫妻虽远近 心子情勇在 辅导员指出 其实离婚对许多夫妻来说 都是无可奈何的抉择 大部分的夫妻在一个婚姻的关系里面 是不愿意选择离婚的 所以从来离婚 对大部分的夫妻都不是一个选择 只是来到一个 好像已经觉得 那个关系已经没有希望了 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没有快乐 把我快乐起来的时候呢 那始终一方就会选择放弃 牵手一声 共度白头 幸福美满的家庭 需要夫妻用心经营 无悔付出 然而 婚姻路上难免有风雨 遇到风暴时 如何跨越困难 走出一片蓝天 就看夫妻如何做出明智的抉择了 前线追踪 欢迎您针对任何课题 发表意见和看法 以及提供节目素材和线索 让我们为您追踪报道 您也可以到 八频道新闻及时事节目的网站 重温节目和观看独家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